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美跟继母的关系并不好 继母看到大美嫁给会长 既羡慕又嫉妒 她内心并不喜欢大美 却不得不放低姿态 跪着给大美穿鞋子 不久后 会长在大美家里共进晚餐 会长看着年轻又帅气 虽然她已经快六十岁了 可是看着就像二十来岁的小鲜肉 这时小美穿着和姐姐一模一样的衣服出现了 大美心里觉得好气哦 可是在未婚夫面前还要保持体面 小美大胆地勾引着会长 会长表面不为所动 暗地里却抚摸着大美的大腿 真是非常奇葩的一家人 晚餐过后 会长送了一条漂亮的项链给大美 还夸她身上有石榴的味道 两人一起在房间里做羞羞的事情 小美趁机偷窥 没想到被大美发现了 大美很生气 马上警告妹妹不准打会长主意 最后还将小孔堵了起来 小美有些恼羞成怒 这时母亲来到她的房间 鼓励女儿大胆一点 男人嘛都喜欢主动的女人 这可是她的经验之谈 如果可以取代大美 那母女俩就可以过上灰烬如土的生活 想想都会觉得很开心 助理把食物端给会长 提醒她家里小菜已经不多了 会长不以为意 新的小菜马上就回到 助理给大美送去华美的婚纱 继母脱口而出 这婚纱得花多少钱呢 大美听到继母的话感觉有些尴尬 她告诉继母 应该感谢会长为自己准备婚纱 价格不重要 助理听到这里 看了眼躲在楼梯间的小美 把戒指放回包里 走了出去 大美看天气不好 赶出去给助理送了一把雨伞 半夜里 大美醒来发现自己的婚纱不见了 小美穿着姐姐的婚纱 和母亲商量着如何取代大美 大美生气的让继妹脱下婚纱还给自己 继母和小美却哈哈大笑的说 大美不能参加婚礼 因为她没有脚 大美直接被吓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发现一切都是梦 大美拉开窗帘 发现婚纱不见了 门也被继母封死 她没办法出去和会长结婚了 小孔里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煤气 让大美晕倒在地 继母带着小美出现在会长家里 大美身体不好 不能结婚 反正自己有两个女儿 小美也可以嫁给她 会长并不满意 她嫌弃小美没有气味 继母集中生智 告诉会长 女儿像熟透的西瓜 虽然有坚硬的外壳包住了气味 但是一键刀刃就会显露出红色的锅肉 会长听完继母的话改变主意 留下小美 大美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醒过来 助理在用鹿肉做小菜 是她救了大美 她拿出婚戒丢到垃圾桶 还说大美的运气好 大美把戒指捡起来 她已经没有爸爸 不能再没有会长 她不想输给小美 助理没有理会大美 她只是为了雨伞报答大美而已 此时会长带着小美来到自己的私人手术室 小美对墙上挂着的工具很好奇 会长趁她不注意在她脖子上打了一针 小美晕了过去 大美来到会长家里 戴上头纱和王冠 打开会长的手术室 发现小美被会长肢解了 大美吓死了 连忙转身离开 但出口已经被锁死 大美只好躲到房间里 房间里挂着各式各样的婚纱 会长听到动静 跟着走了出来 大美躲在婚纱后面一动不动 会长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眼看就要发现大美 助理突然喊会长接电话 会长离开了这里 大美死里逃生 慢慢站了起来 这时妹妹穿的那件婚纱开始呼吸 大美受到惊吓 直接呆住了 突然一双手伸了过来 掐住她的脖子 大美在小美的房间里醒了过来 她看了看手上的戒指有些疑惑 静母还在嘚瑟女儿嫁入豪门 大美一言不发 不久后她走到楼下 静母看到她的穿着打扮和女儿一模一样 还以为大美受了刺激 大美不屑地告诉静母 自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静母打开会长送来的小菜 小心翼翼地品尝着 新鲜又劲道 好吃得不得了 大美看见这一幕 感觉有些反胃 她询问静母 你的女儿好吃吗 一剑刀刃就显露出红红的果肉 该有多好吃呀 静母恶心地突兀了起来 会长在阳光下享受着新鲜的小菜 而助理其实是会长的母亲 她已经快八十岁了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 一直以助理的身份出现在会长身边 两人保持青春的秘诀 就是每天进食人肉 故事到此结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要看到别人家里有矿就把持不住自己 万一因此丢了性命 后悔都来不及 这是韩国一部奇幻惊悚片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我是夏天杰 看了我的视频就是我的人了 喜欢记得订阅观众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